为了提升国际港副工作人员疫苗的接种率 基隆医院一早就前往港务大楼帮忙施打疫苗 预计会有2800人完成接种 现场同样采用渝媒艇式的打法 只要坐定位置 拉开安全距离 由医护来移动逐一施打 另外桃园机场从昨天到明天 开放有预约的机场人员施打AZ疫苗 预计三天下来可以完成900人施打 桃园机场第一行下的户外走廊排满人潮 这些全都是要来打疫苗的机场人员 桃园机场从16号到18号开放有预约的同仁 施打AZ疫苗 16号已经打了200剂 三天总共会打900剂 其他没预约到的机场人员 得要等到周六莫德纳疫苗进来后才能打 另外基隆医院也前往当地的港务大楼 协助相关人员施打疫苗 从15号到17号为期三天预计有2800人完成疫苗接种 这次采用日本云美挺式疫苗打法 只要民众坐定位置后由医护人员走动逐一完成施打 不但可以加快打疫苗的速度 还可以让民众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交叉感染一举两得 记者综合报道